王柏智 搭配了甜蜜呂正如 阿里斯 還有陳宥偉 來擔任他們的心 套到地板球給鍾線噴射機 飛上去了 太行為流水了 好 這邊看看張柏惟 在空中接到呂正如的殘球 給到 所以這就是強身的價值 他感覺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 融入的那種正通氣 是 李鮮 是 這邊柏惟投進了三分球 驚訝的是他積極之餘呢 他非常有經驗 他昨天竟然就一次犯規 這是陳宥偉的底線三分球 波晉 來分擔一下Chris Johnson的 比較辛苦的進去防守 張柏惟 在底線的三分 還以顏色 Paris 遠邊 張柏惟是一個扣港的機會 擺盒至美晉三分 面對老東家是毫不手軟 比賽沒有太多的改變 第三節他的調度其實也不多 好 張柏惟補盡於這兩分 藍板 還剩下最後的七秒鐘 切傳 陳宥偉的三分外線 還剩三秒鐘 還有呂正如 也是接球的可能 球要先發出來 給張柏惟 張柏惟 這起不來 起不來 被包夾了 其中還有一個人是Johnson 沒錯 Johnson這邊的包夾當然也非常的到位 球沒有辦法給到Harris的手上 我覺得這是在鋼鐵人這邊比較可惜的 因為把他換上來 基本上就是要利用他個人單打的能力 去搶投這一顆三分球 對 勇士隊在主場贏得驚險 因為第三節他們其實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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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